7.33分18秒 我是周玉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Coco早餐节目 来我们呢 这个非常谢谢 Tech Orange Buzz Orange的 总编辑报局 的这个负责人张玉玲 在现场玉玲早 柯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 好我们今天不要 这个 浪费你的时间 来第一个题目 这个我很感兴趣 因为这个 亚洲西谷的政策 推出之后 我们访问了 詹一健嘛 那请他谈 他当时唯一的就是说 所谓基地桃源 其实不太需要 全台湾大家都可以 成为亚洲西谷 对不对 好 你的这个 今天的主题是告诉我们 他的这个科技愿景 能不能拯救台湾工程师 这个前提是什么意思 因为台湾工程师 正在出走当中吗 应该这样说 就是 其实从整个九月到十月初 蔡英文她提出了蛮多跟这个 台湾的电子业发展 或者我们科技业发展相关的一些政策 那 其实台湾工程师这个行业闷很久了 我们的读者其实还蛮明显在这个 蔡主席她提出这些政策之后 有蛮多的回馈跟分享 那这两个礼拜刚好也蛮多的 像类似像有工程师这样背景的读者 投稿给我们 那我们做了一些整理 就是今天在节目上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就是那工程师怎么看 这个蔡主席的这些政策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刚刚扣姐有提到 就是说做桃园这样子的一个基地 的确蛮多人都对这个事情蛮质疑的 就是说我们还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园区吗 因为我们去看了这个 蔡英文提出的这个政策内容 它其实还是以地方作为这个 电子业或科技业的一个据点 就是它那个空间感不够是不是 它说它太局限在地点这个事 因为其实因为它提亚洲戏谷嘛 那如果我们回头去想戏谷这个事情 就是戏谷它其实是一个带状结构 而且它其实是有分工的 就是说在旧金山比较偏北 边旧金山这一块 它其实蛮明显的 其实它会跟一些消费性的 或者是跟marketing有关的 这样子的一个软体的服务 但如果你把往南边 系统南带这边走 你会看到它其实在整个 历史的发展的路径上面 它是很自然而然产生的 就是说它是因为当地的一些 比如说跟学校的一些连结 然后你可以看出它整个系统的 那个结构是它有分工结构 而且它是自然发生 但这个蔡英文她现在提出的 这个策略 她其实是在谈说 因为我们已经有 北边有新竹台北 然后北边有台北 那桃园这边看起来 有个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 再做一个系统 事实上我觉得用地点 去想这个事情 其实还是过度的落于 过去我们在谈的这种 重型的这种高资本投入的 这种代工式的 这种科技业的想象 我们这几年看全球的这个科技业 产业的发展 其实地点不是重要的 人才才是重要的 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人才 等待我们的这个下一届的总统 来拯救 我有一个数据跟这个科姐 还有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这个是新竹科学园区 他们自己本身公布的数字 其实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科学园区 我们就看新竹就好了 新竹科学园区去年的数字 这里面总共有15万2000多个就业员工 然后如果我们去看 他过往这几年 这15万个里面 就是说 硕士有4.3万个人 学士有5万个人 博士有3600个左右 这个高学历的部分 我们看过去30年 它是快速成长的 可是如果我们去看 他的年龄分布 发生一个还蛮有趣的现象 大概10年前左右 我们的平均年龄 就竹科的平均年龄 大概都差不多29 30 20年间这个数字没有太多的改变 可是我们看过去的这10年 就最近的这10年 他的平均年龄 一下子提升到35岁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竹科正在快速老化 然后竹科看起来 好像是台湾吸引最 吸纳最多 我们培养这么多的这些 工程人才 技术人才最好的地方 但是他的快速老化代表 有很多的人才已经不往竹科去了 那他们到底跑到哪里去 我们一直都在听到 就是说我们有人才外流的问题 很多的工程师宁可往外跑 然后我们会说这是一个 就是人才流逝的一个状况 但蔡英文提出了 在这个所有的政策里面 其实我们看不到太多 针对这个人才流才的这个事情 有太多的明确的说法跟做法 他还是非常非常的 像过去的这种出口啊 代工的这样的一个思维 那软体就像那个张一剑说的 其实在软体的世界 或现在新型态的这种 创新创业科技的这个创业的价值里面 其实地点不是重要的 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戏骨 其实你只要让你的市场环境 跟你的制度环境解套就可以了 就是有哪些问题 对这些人才的留住 是有障碍的 你就去解套 然后一一列出来 该立法就立法 该修法就修法 对 该训练就训练 对不对 该加钱就加钱 不就是这样吧 我其实很建议 我觉得各界的人才都是这样 是我非常非常建议 民进党的这个幕僚们 就是蔡英文身边这些幕僚们 其实可以多跟一些三十出头 或甚至二十岁以下 二十岁左右的这群 年轻的工程师的社群 多联系 多聊 他们其实心中想的东西 没有太复杂 我分享一个故事给扣姐听 听起来有点点伤心 就是也是我们的读者投诉 里面谈的 这位工程师他 他应该在主科工作 他说他认识一位工程师的朋友 有在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上市公司 担任这个技术长 就是RD的HAT 那他这么多年来都一直单身 然后他在他的领域内的技术观念 大概在全台湾一定挂名前五名 然后呢他非常的认真 然后甚至这么的资深 也会在自己跑去Lab里面做操作 可是呢 当他们的公司做了这个组织重整之后 这样的一个技术人才就立刻被的冷冻了 那为什么组织重整不需要他了 我觉得台湾工程师有个典型 就是很会做技术 但是可能在这种组织的管理上面 不见得那么擅长 那台湾其实一直有一种企业文化 就是对于这种技术专业不那么的在意 我们其实人才做到一个程度 就是说你要往管理制转 你只要不往管理制转 好像你就不是人才 那这在国外 或者我们去看戏国 很多的这种科技业 国外的很多科技业 他们其实都有一个职务叫做专业职 他的薪资很高 他在公司面是非常非常受尽重的 可是他无需做管理职 那这样子的一个文化 你要怎么样去形成 我觉得在政策面上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做 那另外一个是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谈台湾的创新创业 为什么走不出国际 其实有一个很 大家聊了很多年 但一直都被忽略的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的英文能力其实不够好 所以我们在走出国际 跟印度新加坡比真的不好 对 印度人虽然轻轻轻 是 所以其实大家很多 我们会听到很多国外的VC说 台湾他们跟台湾的这些创业者 或者工程师联系之后 认识之后 觉得我们的技术能力真的太强了 就是远高过其他 他们认识的新加坡 或是印度的这些工程师 但台湾因为沟通语言上会有障碍 所以我们往外走的时候 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那在这个事情上面 其实政府部门就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那我在这次的这个 很多的政策的这个内容上面 我们没有看到 太多关于这部分的琢磨 而事实上这其实跟 我们刚刚在讲的这种法规松绑相关 它就是很基础建设 非常非常适合由政府工部门 来做的一个这个事情 那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寇杰说的 我觉得蔡英文 蔡英文跟他的木梁们 其实可以多跟这些社群们多联系 这个这些年轻的一代工程师的英文 不是那么沟通能力不是那么好 其实我是有点吃惊你知道吗 因为在我们这种四五年级生里面 因为当时的潮流是要出国 所以呢 大部分的英文都还不错 你知道就是真正在这个社会的中间分子上面 但是现在真的不一样比方像现在年轻时代 像三一八学院里面好几个都好优 可是他们都没有出国嘛 他们的英文都不是很好 你知道吗 像你们这种六七八年级生 我讲你们我们不好意思 就是说年轻时代 因为他几乎就是深根台湾了 那就变成我们的教学的问题了 我觉得一些交流相对比较少 那你说足科工程师 我们很可怜 因为我们没有国际活动 比较少 这个国家没方效果 过去这十多年真的是少 这真的是问题啊 因为我们的国际活动 国际触角不多 然后我们大家就在我们这个土地上面耕耘 那而且我们居然没有把英文当成是 重要的一个语言教育 我觉得他其实有一个落差 就是说台湾的足科工程师英文好不好 其实在技术或者是制造领域不错 他们还是都要出去跟客户谈 我觉得这个部分没有说差到不能做 但如果今天台湾有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升级 这个题目要去解决的话 我们要从纯制造走向marketing 走向品牌行销 你就不能再只是很单一的 这种专业领域的技术的这种沟通 你做得到 你还要做到文化上的沟通 那这一点就是说 又会行销的人 这个领域里行销的人 他又要懂技术 这个是还蛮 要管理他要先懂技术 否则他管不了这些 所以工程师很闷啊 你讲出了一个关键之所在也 我认为玉宁刚刚前面那句话 还蛮中肯的 下次我碰到 下礼拜我们就要访问施俊吉先生 但上次金融方面 在英万县主席的幕僚 可是我也 其实我也真的强烈建议 因为他的幕僚 大概也都是五年级生后段班 那跟六七年级生的接触 好像真的很少 蛮少的 这一点恐怕要改善 非常谢谢于您告诉我们现在 这些工程师们的忧虑 跟他们的屋主 那就找他们聊天就好了 是 7点43分26秒 马上回来 时间是7点47分 23秒 刚才我们提到了 蔡英文的科技愿景 能不能拯救台湾工程师 但是我们的良心的建议 是先跟工程师们面对面 了解问题 不是你身边的 这些顾问 特别是 怎么每件事情都跟张景森有关呢 这是我的问号 然后跟运年无关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题目是 Twitter的新功能 Moments 新媒体的重要发展 这个Twitter 在台湾虽然它用的人 不像FB那么多 对 比较少一些 那今天想要跟 柯姐还有跟各位听众朋友 分享的另外一个讯息 就是刚刚柯姐讲这个 Twitter它推出一个新的 这个功能 叫Moments 那我先简单前情提要一下 就是Twitter虽然在台湾的用户 非常的少 不过它在 特别是在美国 它其实扮演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Twitter几乎是所有美国的记者 他们都一定会使用的一个 社群软体 那有 之前我其实蛮常提到这个例子 就是很久以前 这个波士顿爆炸案 就两三年前 这个波士顿爆炸案 这个新闻发生的 第一个报导的消息来源 是Twitter 对 就是说这种社群媒体 它的那个即时性太高了 那Twitter有个特性就是 它因为推波之数非常少 而且它快速上传 所以它就变成了很多的 即时重大的消息的 这个来源的地方 集散地嘛 那Twitter的这个创办人 Jack Dolce 这个Dolce先生呢 他其实已经离开 Twitter一段时间了 然后他出去创办了 这个Square 那Twitter因为他 长期经营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营收的转换上面 还有他比较大型的这个扩散上面 他一直没有比较好的成绩 所以Jack Dolce最近被请回去Twitter 希望透过Jack Dolce的这个 不同的一些看法 能够帮Twitter有一些新的发展 那Jack Dolce一回去 就立刻推出了这个 Moments的这个功能 这Moments的功能很有趣 就是把我刚刚讲的这个Twitter 这个作为一个新闻来源的 这样子的一个特性的功能 在网上发展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个消息 不过好像在台湾比较少人注意到 我简单介绍一下Moment这个功能 因为Twitter里面有非常多的用户 他的用户都会去上传 他们看到的即时讯息 那Moment功能就是由Twitter里面 他们自己养了一群编辑 这群编辑呢会透过资料分析 因为Twitter还有大量的讯息 他透过这个城市的资料分析呢 找出在Twitter目前上 目前Twitter上面所有的用户 比较关注的重要的新的讯息 然后把它集合起来 挑选出里面比较好看有趣的图片 影片然后文字讯息 重新编辑 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很重要的即时新闻 那他呈现方式就在Twitter里面 他会出现一个闪电的标志 那用户你打开你的Twitter 你去点那个闪电标志 他就会立刻跳出来 有点像是我们讲说这个 即时热门头条 只是说这些即时热门头条呢 是他里面的内容产出 大部分是由这个 众多的Twitter用户所提供的 但他有经过Twitter的编辑 再编辑一次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种 新形态的这个 新闻的提供的一个方式 那这也符合 他越来越符合 原本Twitter他 推出的时候的概念 因为Jack Dolce那时候 他推出Twitter的时候 他就说他觉得网络有一种 很特殊的这种即时性 他觉得这个即时性会大幅度的改变 人们看待讯息跟理解新闻的方式 那我觉得Moment比较像是 Twitter他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经营 然后使用者们也都越来越习惯自己是记者 的这个身份之后 他让他变成新形态的内容 或新形态的这个新闻节奏 那目前看新闻就是Moment推出之后呢 我觉得有一个 有个东西还蛮好玩的 Jack Dolce他找了很多的这个报纸合作 包含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所以我们能够想到的这些 比较知名的这些报纸 都会成为这个Moment的合作的伙伴 那里面有非常多的编辑 他们或者会成为Moment里面的 这个内容的提供者 或者呢是 他们会把Moment提出来的 就是这个资料分析出来 这些重大的新闻讯息再编辑过 然后再提供内容 那我觉得这个 这跟我在扣姐的节目很多是谈到 就新媒体会怎么发展 这个事情的脉络是很高度相关的 就是我觉得Twitter这个Moment 这个功能 如果他在UI设计上面 做得还不错的话 或是他的这个内部编辑 在挑选新闻上面 能够提出很多很棒的这个包装方式 我觉得他会大幅度改变 整个新闻产制的一些逻辑跟模式 就是如果他找了这么多的 这个新闻业者合作的话 我们可能可以期待未来在Twitter 或者说透过Twitter 我们会在这个纽约时报 或者是华盛顿邮报上面看到 新的新闻的展演方式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新闻 他的查证谁来做 他的形式是这样 如果有一则新闻 有一百个来源 就是即时新闻一百个来源 因为那个是在地的人去拍的 因为他不是单一来源 我们以前常说查证就是这样嘛 就是一个记者跑去访了 然后我们后置编辑会打电话 再去跟这个受访者 double check 说你有说过这句话没有错 那现在这个事情在Twitter这种形式上面 他几乎不太需要做到 因为每一条新闻来源 我们都会找到来自很多的不同的用户 他所提供的讯息 那他可能就只挑这里面是 一致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所以他大幅改变了我们以前对于新闻的这个认知 那这也是只有在网络时代才会发生的一个情形 那台湾呢 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媒体是有爆料的这个机制嘛 那反正发生任何意外一定是电视啊 网络上都有都有影片啊都有什么 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一个纯网络媒体是做像Twitter 或说Google现在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功能 还有我记得我们曾经说过华盛顿邮报啊 他们已经在平台上面来争取记者来提供 就任何地方啊我有个新闻发生 你去帮我做记者回来对不对 那台湾好像还没有啊 我觉得柯姐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Twitter他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个事情 我认为他跟规模化有高度相关 因为他的使用者非常多 对那我觉得新闻他有在地性 那因为美国他的人口够多 他的使用者够大 他又在美国的这个本地发生 所以像Moment的这个功能 现在只有在美国推出而已 那台湾 台湾其实有一个潜力可以做这个事情 不过他一样还是有一个 我们一直以来遇到的问题就是国际化 英文的关系 对那我觉得中文市场是很大的 中文市场有大陆 对我们有非常全球性的一个中文市场 我觉得要看台湾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 找到自己的一个定位 那规模化的使用者 我觉得一定是需要的 这是一个好题目 我们怎么样破除政治 然后在这个所谓的一个中文使用者的市场上开发 这一点我觉得 前几天我跟这个网络界人士在聊天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如果FB一开在大陆 开放之后 那大陆的那个网络媒体市场的 蝴蝶效应是很难估计的 是我觉得脸书在那边就是一个 类似有点像报警接触 在中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知识体大 但是这个发展应该是最少十年之内会出现吧 我相信它会非常快 好 这个是一个趋势哦 提供给大家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一年 谢谢